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我叫赵岩 来自于Stream Native公司 目前是Apache POSA的contributor 我的GitHub ID是Horizon ZY 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公司 我们公司主要是由之前的Apache POSA 以及Apache Bookkeeper的核心开发者共同建立 我们公司主要构建一个云原生的一个消息流系统 作为一个实时的世界流系统 去帮助这些企业用户更好的访问数据 这里是栽自于Apache POSA的一个官网简介 Apache POSA是一个云原生的分布式消息 以及流平台 为什么说我们是一个云原生的一个系统呢 我们可以看到官网中关于Cloud Native 有一个简短的介绍 它是一个多层的 一个将存储与计算分离的多层的一个系统 能够很好的工作在云基础设施和K8S上 因为我们的架构是存储与计算相分离的 我们的存储是有状态的 但是计算是没有状态的 因此我们能够很好的去启动 或者说是去停掉这个broker 能够很方便的运行在K8S以这些云基础设施上 然后下面是我们的POSA的一个架构图 这里我们可以简短的看一下 我们的这里一个broker 他要去发送消息 他首先他会通过RPC请求 将消息发送给我们的broker 然后broker收到这个消息之后 他实际上不会负责消息的存储 我们的存储是存储在Apache Bookkeeper上的 broker收到了producer的消息之后 他会通过Apache Bookkeeper的客户端 然后将数据发送给bookie上 然后作为一个消费者 他如果是想要去订阅数据 他也会通过RPC请求 将请求发送给broker 然后broker收到了consumer的订阅请求 然后他会去从我们的bookkeeper 把数据读取出来 然后再把数据发送给consumer 这里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broker 以及我们的bookkeeper 他们是两层 broker只负责计算 bookie负责数据的存储 因此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到 这里面其实是分了两层的 所以说我们说它是一个分层的一个系统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简短的介绍一下我们的bookkeeper 然后bookkeeper是一个多副本的一个协议的一个存储系统 然后它有以下几个特性 第一个特性 就是有很高的这个数据存储的这个容量 我们的bookkeeper server端 我们可以通过增加bookkeeperserver端的节点 来增加它的一个容量 当现有的bookkeeperserver端的这个磁盘 容量已经达到了预值时 我们可以往集群中增加新的bookie节点 来让后续的数据都往新的节点里面去写 因此我们可以保证 只要我们的bookie节点数量够多 我们的存储是能够无限的扩展的 第二个特点就是一个一致性 我们在阿帕奇bookkeeper里边 我们去读数据的话 我们得通过ledgerid以及entryid 去定位我们的某一条数据 我们能够保证同一个ledgerid和entryid对应的数据 不管去读多少次 它返回的值都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数据有一个高的一个可用性 在读和写时 我们的阿帕奇bookkeeper 它去写数据时 它是一个多副本的一个协议 它会存在于大概有以下两个参数 去控制这个副本的量 一个是写入的一个副本 一个是写入成功 就认为本次请求成功的一个副本 比如说我们将写副本数设置为3 然后我们将成功响应的这个数 我们设置为2 那么我们去写数据时 我们把这个请求发送给三个booking节点 只要有两个booking节点 成功返回给我们响应 那么我们就认为这次的写请求就成功了 这个数据至少它会存在于 三个节点的其中两个节点上 因此当其中的一个节点挂掉 然后我们去读数据时 我们依然能从剩余的那个节点里面 把数据给读取出来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IO隔离性 在bookkeeper中 它存在于两种数据的一个存储 第一个就是writeaheadlog 我们每去写一条数据 它首先会去往writeaheadlog里面去写一条日志 然后再去写我们的真实的用户的数据 因此我们去写这个数据的时候 它其实会往两个不同的文件系统里面去写 应该是往两个文件去写 然后我们在bookkeeper设置时 我们就可以针对于我们的writeaheadlog 以及entrylog 我们去可以把这两个文件挂在不同的磁盘上 能够保证这两个writeaheadlog的写 以及entrylog的写 它是不相互影响的 这里我们会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个broker中的原数据 以及真正的磁盘存储的bookkeeper 它们的一个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comput 这其实就是代表的我们的broker 它是负责计算的 然后storage 其实就是我们的bookkeeper 它是代表我们数据真正的存储的 我们去 我们的broker收到了一条消息之后 它要把这个消息给存储到storage 也就是我们的bookkeeper之中 但是我们的broker如果重启了之后 它要想办法去某个地方 给找到这个数据 因此我们需要在我们的broker中 去维护一个原数据 这个原数据也就是表示说 我们之前的数据 要去从哪里边去拿到 所以说我们先去收到请求 去写数据时 我们要先写metadata 然后再去写storage 这里我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去我们的broker 去写消息的一个过程 第一步 它会通过 阿帕奇bookkeeper的客户端 去创建一个ledger handler 这个ledger handler 就是阿帕奇bookkeeper客户端的一个处理器 我们的写请求 都得通过这个ledger handler 通过RPE的请求 再发送给我们的broker server端 第一步 所以说我们第一步 我们得先创建一个ledger handler 然后第二步 我们得把这个ledger handler 这个唯一标识 也就是它的ID 存储到我们的原数据系统里边来 然后第三步 我们才会通过这个ledger handler 把这个数据发送给我们的broker server端 这个步骤是不能乱的 而且当其中的任何一个步骤都失败的话 我们会认为本次的写请求是失败的 就比如说 如果在第二步 去把这个ledger handler的ID 维护到metadata store 失败之后 我们还去写这个数据的话 就可能会造成一个问题 当我们的broker重启之后 它去metadata store里边 它找不到这个数据 但是之前我们已经把这个数据 通过ledger handler 发送到bookkeeper的server端了 之前的用户 它会认为这个数据 已经成功存储到了broker里边 但是broker重启之后 这个数据读不到了 那么之前发送的这些数据 其实已经是丢失了的 然后这里我们再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删除数据的这个步骤 第一步 我们就是得先把这个ledger handler的ID 从我们的metadata store里面去进行删除 然后删除成功之后 然后再进行第二步 把通过那个bookkeeper的客户端 把ledger handler 从我们的bookkeeper之中删除 所以说这里是通过了两步 去做这个操作的 因为我们这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metadata store 以及bookkeeper 我们没办法保证失误 所以说我们得切回 切成两个步骤 去做真正的一个删除 这个删除的话 是有一定的顺序性的 我们得首先去把ledger handlerID 从原数据中心去删除 然后才能去删我们的ledger handler 从我们的bookkeeper里面去删 如果我们先去做第二步的删除 我们先把ledger handler从bookkeeper中删除了 这个数据在存储系统已经没了 然后我们再去删ledger handlerID 从我们的metadata store里面 这样子的话就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先把数据 从我们的bookkeeper中已经删除了 但是我们去删除原数据的这个ID之前 我们的broker挂了 当我们的broker重启之后 他还发现之前的这个ledger handlerID还存在 他会认为这个数据他还是能够使用的 消费者也是能够去读这个数据的 但是实际上这个ledger handlerID 对应的磁盘数据已经被bookkeeper给清除了 这样子的话就会造成一个问题 用户去读一些读不到的一个数据 所以我们在删除时得保证 先去删除原数据 再去删除真正的一个磁盘的一个数据 这个问题就会存在在这里边 我们去删除了第一步原数据成功之后 但是我们没办法保证第二步的这个删除 是一定成功的 因为这是两个系统 我们没办法把这两个操作 只合在一个事物里面 保证他们两个共同完整 或者说是共同失败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我们删原数据之后 这个磁盘的数据 我们是没办法删除成功的 目前在Apaq POSA里边 我们三万元数据之后 会去删除这个bookkeeper的数据 我们会从事三次 一旦三次删除失败之后 我们就不会再去从事了 这个数据它就会永远的存在于 我们的bookkeeper里边 就比如说可能有以下这个case 可能会导致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初始状态 我们的metadata store里面 已经存在了ledger1 ledger2和ledger3 在我们的storage里边 它也存在了ledger handler1 ledger handler2 ledger handler3 它们的关系是一一对应的 然后当我们想要去把这个ledger 给清除的时候 我们要去清除ledger1 ledger2 以及ledger3 OK 我们在第一步里边 把ledgerID给清除了 在我们想要去做第二步 这两步的中间 我们的storage system挂了 这时候其实我们要去删除 这个ledger handler 我们从事三次之后 它其实都是失败了 我们失败了三次之后 这个数据的删除 我们就不会再去重施了 一旦我们的broker 重启之后 我们的metadata store里面 它没有这个ledger1 ledger2和ledger3的一个凭证 没有这个用户 能够再去把这个数据给删除了 因此ledger handler1 ledger handler2 以及ledger handler3 会永远的存在于我们的 storage system里边 它会造成这个磁盘空间的占用 这里会带来的影响 第一点就是这个数据 永远的存在于我们的存储系统 磁盘的使用率会越来越高 因为用户它可能一个系统可能会运行几年 或者更久 那么这种情况虽然说很少发生 但是随着时间的积累 这个情况会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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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 越来越多 导致最终的磁盘空间给占完了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 针对于我们这种情况 目前我们是提供了一个工具去解决这种情况的 就是我们去检测这种情况 我们会去bootkeeper的原数据里面去拉这个ledger handler的原数据 拿到之后我们再去check bootkeeper去checkposa里面的原数据 我们会去发现当我们的bootkeeper对应的这个ledger 在posa里面的原数据已经没有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知道这个ledger在bootkeeper里面是google数据的 没有人会用到它 但是这个做法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而且它可能会有一些风险 一旦我们的判断逻辑有问题 我们可能会把真正在用户使用的这个ledger给删除了 而且通过工具去检测这种情况的发生 这其实会对运维员员去带来更多的一些工作 然后因此针对于以上的一些情况 我们会我们这次的话就是引入了一个 基于system topic的两阶段删除协议 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两阶段删除协议的大概的一个工作流程 我们当我们想要去删除一个ledger时 要去删除数据时 我们的system topic的这个producer 他会发送一个删除事件的message到我们的system topic中 然后我们的system topic的consumer就会收到这个消息 他收到消息的话他可能会有以下两种做法 第一种他会去check对应的这个topic还在不在 如果topic还存在的话 他会把这个 他会发送一条删除命令给broker 让broker去进行删除的工作 然后broker收到这个删除的命令之后 然后他和这个storage的system去打交道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当我们的consumer收到删除事件后 这个topic已经被删除了 因为topic被删除在broker也没有任何任何方式去删除这个ledger了 因此当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consumer就会自己去把这个ledger从我们的storage system中进行删除 然后基于system topic的话 我们这里引入了以下三个topic 第一个就是Posa的system persistence的一个ledger deleting的这个topic 它是一个system topic 并且它是一个持久化的 然后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说 去帮助我们去存储删除ledger的事件 第二个system topic就是ledger delething retreat 这个topic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的上面这个topic的一个retreat的一个topic 当consumer消费消息失败 或者说删除ledger失败之后 我们会把这个删除事件给丢到这个retreattopic里边 然后让它过一会儿再把对应的这个删除事件再重新投递给我们的consumer 因此我们需要定义一个retreat的一个topic 第三个topic就是ledger delething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死刑对列 当我们的consumer重复消费某一条消息达到一定次数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consumer他尝试去删除某一个ledger 达到了一定的次数之后 我们会把这个删除事件给丢到这个死刑堆叠里边 我们不再去消费 我们会认为这个ledger短时间之内无法删除 我们会给他丢到data里边去 用户可以针对于死刑堆叠的数据去进行查看归档 去看一下哪些数据是真正的没有删除的 然后这里我们会去介绍一下如何去创建一个system topic 因为当正常情况下 我们的broker 他默认会可能会帮我们去创建一个topic 也就是当我们的producer去发送消息 想要去producer某个topic的时候 我们的broker可能会自动去创建一个system 去自动创建某一个topic 但是这种情况会存在一些问题 马上我大概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问题 因此我们在我们的broker启动的时候 我们会通过posaadmin去创建分区的这个system topic 注意这里我们是得去创建一个分区的system topic 我们会通过posaadmin去创建以下三个分区的topic 以及第一个就是negerdeleting negerdeletingretreat以及negerdeletingdlq 为什么我们这里要去创建这个分区的topic呢 因为在当前的posa中 它会自动帮我们去创建一些topic 如果我们不去定义 我们不去自己定义这个partition的topic 当我们要去创出一个数据 它把这个消息发送给broker时 broker会去自动创建一个非分区的一个topic 那么这个自动创建的非分区的topic 就会我们去发送的这个创除ledger的事件 都会往这个非分区的topic里面去写 但是当broker的这个配置发生改变时 就比如说用户在broker把这个anautotopiccreationtype 从nonpartition改成一个partition的之后 这个时候如果broker重启之后 我们还要再去创除一个ledger 它通过producer把这个创除事件的消息 发送给我们的broker 这个时候因为broker它发现这个对应的 anautotopiccreationtype已经改成了partition的 broker它会自动去创建一个partition的一个topic 去存储消息 那么在它改完配置之前 对应的这个nonpartition的topic里面的消息 就没有消费者再去订阅了 这里就会存在 之前在老的这个nonpartitiontopic里面的创除事件 没办法被消费掉 那么对应的那些ledger也就没有办法再创除了 所以说我们在broker启动的时候 我们得通过porsal admin去主动的去创建 这个partition的这个systemtopic 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这里我们会针对于两阶段 稍微去做一个讲解 看一下每个阶段大概会做什么事 第一个阶段的话 也就是在porsal 我们的broker启动的时候 我们会去启动一个producer 去为我们后面去删除消息去做准备 我们这里会定义我们的这个producer 去使用我们的ledger delething这个topic 然后这里我们得去禁止batching 这里其实就有一个问题 我们是不能去通过producer的这个batch 去发送消息的 因为有可能我们要去删除ledger1 和删除ledger2 这里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删除事件 给batch到同一个消息里边 当我们的consumer收到这个消息之后 他是不好去eck这个消息的 因为有可能你去删除了ledger1成功了 然后删除了ledger2失败了 这个时候你不好去eck这个消息 所以说我们在producer定义的时候 我们得把这个enablebatch给禁止掉 然后当我们想要去删除一个ledger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去做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个 我们首先会去把这个ledger的对应的这个id 给标示到我们的消息里边 我们会把这个deleteledgereventmessage 给发送到我们的systemtopic里边去 然后第二步 当我们的这个消息 已经成功发送到了systemtopic里边去 然后我们再会去把这个ledgerid 从我们的metadata里边去删除掉 相对于我们在做完第二步之后 我们的这个ledgerid从metadatastore删除掉 我们就认为这个数据在broker已经获取不到了 因为你从原数据里边已经没有了 你拿不到这个数据的凭证了 这个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阶段 如果我们再把这个消息第一步 我们发送这个删除事件到这个systemtopic失败之后 我们其实是不能做第二步的 如果我们去做第二步之后 其实就可能会造成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删除事件根本没有发送到我们的consumer 我们没有发送到我们的systemtopic consumer他根本收不到这个消息 那么删除了这个事件就没有人去做了 所以说我们得先保证这个删除事件的这个消息 发送给systemtopic后面由consumer能够去删除这个ledger 我们才能去把这个原数据从我们的这个 我们才能把ledgerid从我们的原数据中删除 这里就是我们的第一阶段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流程图 我们需要想想要去删除一个ledger handle的时 在第一步我们就会去send这个delete event message 到我们的systemtopic中 只有当send成功之后 我们才会去做下一步操作 如果send的失败之后 我们就会认为本次的删除操作失败了 OK 当我们把这个消息给发送到systemtopic成功之后 我们才会去做ledgerid从我们的meta data store里面删除 当我们的delete 当我们的从meta data store里面删除失败之后 我们还是会认为本次的删除是失败的 这样子其实就会带来一个中间的一个阶段 这个消息已经发送给了consumer consumer他可能会收到这个消息了 但是我们的这个元数据的这个 这个ledgerid还存在我们的一个元数据 这就存在一个中间的状态 待会我会针对于这种中间状态去做一些解释 它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是能够handle的 只有当我们的元数据的这个id删除之后 我们才认为本次的删除成功 这就是第一阶段的一个删除流程 然后这里我会介绍一下我们的第二阶段 也就是我们的consumer 他在收到一个这个删除事件之后 他会做哪些事情 在我们的broker启动的时候 他也会去启动一个consumer 这个consumer其实就会去订阅我们的这个system topic ledger delething 这里我们会去订阅一个ledger delething worker 这就是我们的统一的一个订阅名称 你在我们的broker有多个的时候 他始终都会共享这同一个订阅 他们的消费进度都是一样的 然后这里我们使用share的这个模式去进行订阅 这里我们得启动这个retreat 然后我们定义了 这个就是我们定义之前那个system topic 也就是retreat的一个策略 ledger delething retreat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死性对立 ledger delething dlq 当我们的一个删除事件 消费失败达到实质之后 我们才会把这个消息给丢到我们的这个死性对立里边来 这里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二个阶段删除了一个流程 当我们的system topic consumer 启动完成之后 他就会收到由producer发送过来的delete ledger的事件 首先我们会去检查一下 这个ledger所属的这个topic是否存在 如果topic存在的话 我们会将这个删除操作交由给broker进行处理 如果对应的topic已经不存在了 我们就会在consumer消费的这一侧直接进行删除 首先我们看一下 如果topic存在时 首先我们会去在broker侧 我们会去检查一下 这个ledger id是否还在元数据中存在 如果元数据中还存在 说明这个ledger还可能会被继续使用 因此我们要把在consumer这边 让他reconsumerledger10分钟 如果我们发现对应的这个ledger 在元数据中已经没有了 我们还会去检查一下 对应的这个ledger的一个缓存 这个缓存一会儿我们会去介绍 如果缓存命中的话 他就会去直接删除对应的这个ledger 删除成功 他就会把这个消息给ack掉 如果删除失败 他还是会reconsumerledger10分钟 在我们的当我们的topic不存在时 在consumer测删除的逻辑也是一样的 他也会去删除对应的这个ledger 如果删除成功 就直接ack这个消息 如果删除失败 在reconsumerledger10分钟这个消息 这里我们会稍微介绍一下 在broker测 他删除ledger时 他会有一个ledger的一个检查 因为就可能会存在这种case 当在第一阶段 对应的producer把这个删除ledger的这个事件 发送给systemtopic之后 对应的broker 他有可能挂了 因此他把这个删除事件的这个消息 已经发送给systemtopic了 但是对应的元数据还没有进行删除 当我们的consumer收到这个事件 他并且把这个删除事件 发送给我们的broker10 这时候我们的broker会去检查一下 对应的这个ledger的元数据 是否还存在 如果存在的话 我们是不能进行删除的 否则就会出现元数据还在 但是数据已经被删除了的情况 由于我们使用systemtopic来存储 要删除的ledger的消息 因此这就存在一个安全性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这个systemtopic 是用户能够直接通过producer 来进行消息发送的 一旦有一些黑客 他可能想要攻击我们的系统 他就有可能就通过producer 发送一些删除ledger的消息 到我们的这个ledgerdeleting中 一旦我们的consumer 收到了这个删除命令 他不加以检查的话 就有可能导致我们的数据被误删除 因此我们在最终删除数据的时候 我们会去做一些原数据的校验 当前我们存储在bookkeeper的ledger中 我们是保存了这个ledger 所属的topic的信息的 因此当我们要去删除某个ledger时 我们会首先拿取这个ledger 对应的topic 然后和本次要删除的topic的参数进行校验 只有当我们本次要删除的topic信息 与bookkeeperledger中的原数据的topic相等时 我们才会去进行一个删除 由于安全性校验 我们在每次去删除ledger之前 都得去拿取一下ledger的原数据 这其实是有一定性能损耗的 因此我们在broker侧 引入一个删除ledger的一个缓存 来避免我们每次都去拿取原数据 在producer删除的第一阶段 在producer发送完删除事件的消息 到systemtopic之后 我们会把当前删除的这个ledger的ID 缓存在类存里边 后续我们的broker 收到了consumer的删除命令 我们会去检查一下 删除了这个ledger的ID 是否在缓存里边 如果在缓存里边 我们认为本次的删除是受信任的 如果不在缓存里边 我们才会去拉取bookkeeper的ledger的原数据 进行比较 只有当我们的broker重启之后 对应的这个缓存才会被清空 这种情况其实是比较少的 由于引入了两阶段删除 因此在我们去删除一个topic时 我们得挨个通过两阶段删除 把所有的ledger list都给删除完成之后 才能去把这个topic给删除 否则还是会出现topic不存在 但是实际的数据还存在于我们的存储系统中 这里有几个中间状态 我们单准拿出来和大家讨论一下 PS1 在第一阶段 当我们的producer把deletedledger的这个事件 发送到systemtopic之后 还没来得及去删除原数据 这个时候我们的broker挂了 后续我们的consumer其实是会收到这个删除ledger的事件的 consumer收到之后 他会把对应的这个删除事件重新发送给broker 当broker收到删除ledger的事件之后 他会去检查对应的这个ledgerid是否在原数据中存在 如果原数据中还存在的话 我们其实是认为这个ledger还会使用 是不会删除的 因此 这种case能够cover我们的case1这种情况 case2 在阶段1 当producer发送完删除ledger的消息到systemtopic之后 然后还没来得及操作原数据 然后他挂了 又过了一会儿 这个producer又重新发送了一条删除同一个ledger的这个消息到我们的systemtopic 但是这一次他删除我们的原数据成功了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们相当于我们发送了两条删除同一个ledger的消息到我们的systemtopic 在consumer 他其实会把这个删除ledger这个命令发送给broker两次 在第一次我们的broker会认为对应的这个ledgerID在原数据已经不存在了 在第一次的删除过程中 他就会把对应的这个原数据对应的数据给删除 然后在第二次删除的过程中 他会去删除同一个ledger 在我们的broker如果发现对应的这个ledger已经不存在了 他会返回一个特殊的一个状态码给我们的客户端 告诉说这个ledger已经被删除过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会认为第二次的这个删除也是删除成功的 因此我们也会eck第二个消息 所以这种情况下 ks2也是没有问题的 ks3 consumer收到了删除ledger的消息之后 并且成功删除了ledger 但是在eck消息之前 我们的系统挂了 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的消息如果没有eck 它是会被重新投递给我们的consumer的 在第二次投递给我们的consumer时 他会重新去执行一次删除操作 因为我们的删除操作是密等的 第二次删除我们会认为它成功 并且在第二次删除之中 我们会eck这条消息 以上就是我本次的分享